4月8日 乌克兰当局表示 两枚火箭弹击中乌克兰东部一个急满撤离人员的火车站 造成至少39人死亡 87人受伤 当时该地区正准备迎接俄罗斯的重大进攻 顿尼茨克州州长帕弗洛·斯里莲科说 火箭袭击时 数千名平民在车站 他将这次袭击描述为蓄意袭击 他说 许多伤者情况严重 事发后的视频显示 成堆的手提箱和其他物品散落在车站外的地板上 一匹毛绒玩具马躺在地上 上面沾满了血 一只活兔子留在笼子里 还有烧毁的汽车和看起来像爆炸导弹的部分 俄新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话说 据称袭击该站的导弹仅由乌克兰军方使用 俄罗斯武装部队周五在克拉玛托尔斯克没有指定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表示 车站内没有乌克兰军队 俄罗斯军队在一个普通的火车站 对普通人那里没有士兵 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 莫斯科一直否认针对平民进行了所谓的特殊军事行动 以使其邻国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乌克兰和西方支持者称这是无端入侵的借口 乌克兰官员表示 俄罗斯从首都基辅郊区撤出后 正在重新集结部队 以试图完全控制自2014年以来 由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东部地区 顿尼茨克和卢干斯克 俄罗斯军事行动 俄罗斯军事行动